灵命日良事工製作 《灵命成长的52个好习惯》 《熟灵习惯》第十二篇 《背众上帝的华语》 不知道你已经开始学习 背众和默想圣经的经文了吗? 今天很想先送上两个温馨警告给你 第一个警告,专家指出 背众经文可能是有害你的灵命健康 导航会的始创人陶导心 有一次他问一个年轻人 究竟他熟知多少经文 这位年轻人说 他能够背众出1500句经文 陶导心真是难以自信 并问他 你现在可不可以向我引述 1500句经文呢? 年轻人想都没有想 可以啊? 陶导心就说 我情愿希望你只能引述五句经文 却可以实实在地 活出其中的教导 这位年轻人 只是头脑上认识圣经的知识 但没有从内心里真实践 而在很多年前 在苏联一个名叫 卡里洛夫卡的地方 在村里面 神父特别宗爱一个扁备子的小伙子 因为他总是公公敬敬地 在神父面前背众所指定的经文 而经过神父多方面的指导 这个小伙子不仅熟读四福音书 还可以在教堂中一口气背众这些经文 而六十年之后 这个小伙子依然喜爱忍重圣经经文 并且成为前骚乱最高领导人 尼基塔客奴说夫 美国校团基督团团的前主席 约翰·亚历山大 告诫大家 单单只是背诵圣经所得的好处 是微乎其微 有人可以背诵大量的经文 却是一个无神论者 而魔鬼撒旦 亦可以满覆经论 引诱耶稣犯罪 阿历山大也这样说 当我们渴望 藉着由经文来鼓舞激励生命的时候 背诵这个做法就大有益处 至于送给大家的第二个温馨警告 专家指出 背诵经文可以大大提升你的熟灵生命力 那么到底 肤浅地背诵经文 和有益处地将经文背诵 有什么不同呢? 它的重点是在于 以祷告的心去默想 背诵经文 确实是能够增强我们的智力 但是如果背诵的目的是为了默想 就能够帮助我们 在这个扭曲错谋的世界内 保持正确的思想 圣经肥立比书四章八节提醒我们 凡事真实的可敬的 公义的清洁的 可爱的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清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这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 如何可以时常保持纯洁无瑕呢? 就是要特意花时间 默想上帝的话语 当然我们不能一整天看着圣经 但是我们却可以将它背下来 上上默想经文 研究指出 经过二十四小时之后 我们可以准确地记得 百分之五所听过的讯息 百分之十五所读过的讯息 百分之三十五所研究过的讯息 所以今天很想和你分享 五个背诵圣经经文的建议 并且极力鼓励你 由今天开始 学习背诵和密想圣经经文 相信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的生命必然得到改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